代表我瘋了 顏成鉤 他这段分析我是绝对认同的 不需要煽动 他只不过讲出中国的死结所在 中国的经济直线下落 很多人讲的都不同 有些归咎就是地产 有些就是外贸和消费 但讲到底根本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人对习近平的政权 已经完全失去信心 因为对习近平自觉理政的能力 持怀疑的态度 对中国未来的悲观预期 所以躺平的躺平 绝望的绝望 一片死气沉沉的 都见不到成效 直到这半年来 政府几乎是束手无策 救市的伎俩都用尽了 经济依然毫无起色 国进民队将私企迫向绝境 战狼外交又得罪全世界 互联网大厂被打得708落 家教行业整个没落 在这个时候基建过度开发 地方债高企 再加上外企撤走 国进民推 大大提高了失业率 所谓恶流更兼逢夜雨 负面因素相互加跌 看下去没有一处是可以暖身的 面临身冤 习近平还沉迷他为世界人民指明方向 他越是指明方向 方向就越错得离谱 对中共和中国人的伤害越大 中国人长年被洗脑 面对残酷的现身 他们一点都不糊涂 人人都会从切身处境 去验证习近平的英明 大家心里有数 中国今天的问题 不是中国人的问题 是中共的问题 是习近平的问题 最拿命的就是习近平 在他地位二十大之后更加稳固 经过他精心操作 显然将党内斗争方面 习近平真的有个人之事之处 将自己的地位 以国家大法形式确认了下来 自此之后 党内再没有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地位 只要他愿意 他可以一直独裁到去见毛泽东老毛为止 如果习近平的地位不稳 中国人还可以将希望寄在他下台之后 新人改缘换切 将中国从灭顶之灾打构出来 但是因为习近平的地位不受挑战 意味着中共的国策不会有大改变 意味着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 是没有改变的希望 这样来说 未来的悲观就可以预期了 习近平的个性偏执 认知水平不高 又将自己索造成千年一遇的名主 他大权一把爪日理万经 凡事凭一己之见 决定影响深远的国策 犯了错不认 到最后来错不在己方 还要自我开脱 将责任给了第二个 到这个年纪性格已经不可改变 所以中国的命运 只能够遵循他的极端个性走到底 有他一日是不会变 中共也都不会变 中国社会也都不会变 中国人的命运都不会变 中国人普遍都有这个共识 这样你问 哪一个对未来会乐观 中国人面对现实的时候 习惯上选择接受命运的安排 或者认命 忍受生存压力 这个是中国的事 往往不容易向好的根本原因 基于对未来的预期悲观 很多人宁愿躺平 也都不愿意去认清社会的本质 不能够挑战现有的体制 不肯冒政治的风险 挺身而出去抗争 失业降生就 握着人包 只求温饱逼求享受 年轻人走投无路之下 选择回家 投靠老爸老母 吃老爸的 农民工选择睡街 顶不住肚饿 暈倒在地 而那些白领高科技人才 选择去星巴克消磨时间 大家都与现实虚耗下去 看看究竟还会差到什么的地步 工厂大量倒闭 满街都是游手好行的年轻人 再加上服务业 山穷水尽 商场的店铺放空 旅馆食店生意清淡 交通需求低落 更加没有人去添置内容的消费品 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每个环节都互相拖累 一起拥抱下沉 在如此恶劣的经济环境下 习近平一美望天打挂 中央投钱四千亿旧地产 地产仍是死气沉沉 地方债出事的时候 中央说 谁家的孩子谁家抱 量食危机就暴力实行 退临还庚 眼睁睁看着外企撤走 外资绝绩 就怪西方打压 救市无方 社会管控就加码 市场气氛恶劣 就大搞爱国教育 都是头痛衣头 脚痛衣脱 越衣越痛到最后 连习近平自己都心虚 所以要准备迎接 惊涂蟹囊 连英明领袖都觉得大事不妙 普通老百姓感同身受 人人都准备过严冬 杜芳年 哪一个人还敢乱洗钱 还有哪一个敢买便宜 买车 市场的死值 很大原因是来自习近平 他自己所做出来的 令到大家有悲观的预期 放眼看下去都是坏消息 只有口号 没有力患狂难于记得的本事 更惨的就是习近平 不可提换 国策不会变 不停地等 难怪悲观的气息 离万全国 中国人的心态 就是既然 应命 无力回天 那就只能够袖手旁观 任由烟室坏下去 坏到极致 那时 或者 会不会匹极太来的机会出现 盐纯勾 这篇文章 精彩